大家好 又是向左望的節目時間 在這一集 宋府將來快迎套的這一集 最主要跟長毛之前 各有幾個主題都想說 其實今次長毛做主動 你其實想說什麼呢 說一說 司徒華先生開官而論定 除了未來會舉行一個公眾的悼念集會之外 基本上他的所謂殯儀的儀式已經結束了 當然是蓋觀定論 現在更加適合去分析或評論 首先說一說 很多人有興趣我有沒有去到 我當然有去到 上週五有一場開放給泛民 資聯會 教協那一場我去了 是一個宗教儀式 其中有宗教儀式 但當然不是純粹的宗教儀式 跟星期六那場是不同的 分別是當晚是沒有辦法跟華叔告別 即是看不到他的最後一面 我沒有去到 第一就是我問了李卓人 李卓人說叫我去星期五那場 跟著就沒有說星期六點 我當然也不便強求 第二就算他叫我去 我也未必去 因為現在華叔就去了 我跟我生前之間 因為癌症上的言論 他仍是揮之而不去的 當然星期五那晚有記者走過來 擁著我 因為我是早到的 問你很多這些事 我又經過吃藥煙 人們用過來 我的答覆就是 我那晚去不是接受採訪的 我只不過是出席華叔的喪禮 這次全都很好 真是沒有買到 而我寫華叔的文章都發表了 就在明報月刊的二月號已經發表了 如果大家是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買來看 如果不可以的話 就叫他向左網 就是開放它放在那裡 就已經作為一個註腳 其實整個的喪禮其實是 在華叔的生前的安排之下 舉行的差不多 包括寧堂掛什麼 各樣東西都是安排的 井言 井井有條 這些都很符合華叔生前的性格 就是他做事是 第一 不會打無把的仗 第二 他是非常注重細節的人 體現了他的風格 所以說一個人從頭到尾都是這樣 如果說人的性格 他亦都很關注我們關注他什麼 所以其實他在生前最後階段 抱著抱病接受了很多傳媒訪問 你之前說過 換言之 華叔在益術他一生人裏面 是為自己寫一個生平字 然後去符合那個無字名 無字名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靈車叫做完美句好 完美句好 即Food Stop是對的 Food Stop就是完 人生死了就完 但完美句好其實是什麼意思 是沒有解釋的 到底是華叔自己認為一生完美 或是為他舉行殯儀追思的人 覺得那個意識辦得完美 是呀 打得很好 或是華叔一生人是完美 但這有三個層次 倒過來說 倒吃甘謝 華叔或其他人覺得他是完美 即是完人 當然是非常嚴重的事 在歷史上原人幾乎是不存在的 如果覺得這個儀式是完美 這樣就見仁見智 是不是 如果覺得 這個已經是一個句好 這個句好都算是完整的完美 這是第三個層次 不過這件事我又不是很明白 當然其實如果華叔在新 那段時間其實都見到香港內地 或者甚至教師運動的發展 其實都可能有很多地方 都要進一步去做一些事 如果你說完美句好 其實是作為他可能 如果他說他做了的事 他做的事基本上都做得很好 這樣完美法就是有限定的 就是華叔做過的事都做得完美 如果他作為一個歷史人物 即是現在大家都覺得 他是一個歷史人物 一個歷史的人物 或者叫偉人 在他的時代裏面 生活的時代裏面 有很多事情他沒有做 那是完不完美呢 這是另一回事 或者有很多事情做不到 是不是完美呢 就是不能夠苛求於他 我覺得是公道的 基本上在七三年之前 他未搞罷工和進而成為教協的領袖之前 他不是公眾人物 他自己對自己人生的追求 其實第一沒有需要向我們交代 除非我們發明或總結了一個經驗 就是華叔自從他變成成年人後 其實他是一條線貫穿著的 這當然要解答 如果這條線為何有一個地方 是沒有了或是看不到的 這當然要拼回去 如果用英文說 一個空洞 一個洞 如果大家覺得要作為一個完美的句好的時候 所以有兩個層次 就是華叔做過的事都做得完美 或者是華叔沒有做過的事 其實他做得完美我們不知道 或者是華叔做不做到的事都是不重要 他都不冒選於他作為一個完美的句好 當然是分三個層次去討論 其實華叔有很多事情 現在是無法知道的 我不知在《回憶錄》那裏說 例如說關於大陸的那部份 即是國事那部份 我上次基本上講了 其實都是我的思路寫了在《明報如漢》 反正香港都是一樣的 香港的六七暴動 到底華叔是怎樣看的 不要講參與 因為我想他沒有參與 他怎樣看的 因為這個暴動是因為文革而引起的 最初在主觀上 就是說這個共產黨的當權派 即當時的當權派 即毛澤東派 覺得要將文革輸出 輸出去別處就不要講 其實有的 即是亞洲共產黨有一部分 還有當時他是學友社 學友社已經結束了 學友社已經結束了 他已經不是學友社 到底華叔當時的思路是怎樣 真是不知 是不知的 到了這個《法英抗暴》結束了 香港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就是所謂《華友改良》的時代 港英政府做了一些改良 華叔有反應 他養得不夠 那就罷你公 這個大家都看到 但問題就是 其他運動 譬如當時有第一次中文運動 因為現在人家說 他領導過第二次中文運動 為何第一次在哪裏 當時他教書 是校長 第一次中文是沒有份 保衛跳躍台運動是沒有份 然後反貪污捉角拍 我們不要講濕碎那些 反貪污捉角拍 當這個是香港人現在小提的運動 就是當年香港的貪污 達到了一個不能忍受的地步 每一個社會領域都會有人問你收黑錢 如果不給就大件事 這個反貪污捉角拍的運動 是令到廉政公署要成立 港英正維不去搞定這個問題 香港是沒有可能再向前走 那華叔呢 這個是很簡單的道理 一直這樣數下去 這個大學裏面有關國粹派和社會派的爭論 那華叔的態度是怎樣 這個當然我們應不應該問她的態度是怎樣 這個可以存疑的 因為她未必要在那裏表態 但到底她想甚麼 不知道 有甚麼關顧 這個大學的學生運動 是受到這個中共的操弄 而引起了學運的一個大爭論 就是到底香港是否被動的 要等待九七解放呢 還是香港其實如果有社會矛盾的時候 應該反抗呢 怎樣去看待殖民地統治呢 是有一個很大的爭論 今天很多都坐在台上 曾樹基 麗質粉 陳文雄 劉乃強 第一份比較邊緣些 黃削琦 全部都有的 現在在台上的人都不少 陳建勳很像類人的人 他當時是清靈激進化運動的其中一派 即是一方之紅 好 這個是沒有的 到教協 甘禧運動她是有份 但甘禧運動由1977年爆發到1978年爆發的時候 中間華叔做過甚麼呢 是不知的 直到甘禧的師生被關偉賢補協會 派一個校長來 迫伯得太厲害 沒辦法解決那個矛盾 要走到街頭的時候華叔才介入 差不多封校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封校之後 因為有一個叫做 爭取甘禧服後運動委員會 華叔當時是領袖 因為當時有幾個社團 好像教協其中一個 就是補格華叔 學生會 大坑東居委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教育行動組 總之發起的團體我記得有八個 華叔領導的教協 是其中一個也是居於領導地位 這段仗為何計 到了甘禧過完 那艇戶呢 艇戶華叔的角色是甚麼 是從旁協助 是否可能 跟著又有這個 中英談判 華叔的全程是不出聲的 直到最後來已經瓜屬體落 華叔才在他領導的教協裏面 是做了決議 跟著到中間當然有些是華叔領導 譬如那間反對善改教科書 是教協有份做 當然是歸功於華叔 到八十年代的中期的時候 華叔就已經進入了權力核心 不是權力核心 即是他已經有公職 贏了選舉 他沒有參與 他是做了草偉 以及做了立法會議員 1985年 1985年的時候 他是做了立法會議員和草偉 就是這樣 在這個問題上 當時香港有些運動 大家不會忘記 例如大瓦灣電廠的運動 是怎樣的呢 華叔有沒有爭取過最低工資 是否這些 對勞工運動的參與是怎樣呢 他提出了甚麼主張和方略呢 是否 我想可能有些查到 因為華叔自從做了立法會議員之後 他的發言本身是一個根據 其實有些疏離 就是這樣一回事 到後期他做了草偉之後 在八百直選的時候 他扮演甚麼角色呢 即是在民促會面扮演甚麼角色呢 這個442的方案或是學聯方案 華叔有沒有扮演過角色呢 華叔有沒有在草偉會提出直選呢 有些是沒有辦法知道 有些是可以知道 當然我今天這樣說 你又公佈私仇 人家死了你就說 其實各位我只是傳疑 大家要去查 是否 然後到後期 這個六四之後 華叔搞了支聯會 然後也有港同盟 那港同盟的策略是甚麼呢 華叔主張成立民主黨 華叔在回歸之前已經是斷定 在回歸之後是反倒退 這個作為反倒退 作為一個他提出來的策略 其實就可以分析 其實華叔的說法就是 中共一來香港會倒退 無論是法治 政治 民主 都會倒退 這樣可以 所以他就說 不凡是要倒退的就反對 如果守得住不倒退 都叫做成功 這個就是主宰了華叔 或者他去發揮影響力的三個全體 就是教協 支聯會 和民主黨 從這個角度去說 才能測量到華叔 在回歸前後 他的領悟就是反倒退 如果你不記得這三個字 是無法明白華叔做甚麼 民主黨最後來就是 不倒退就可以了 秘密談判搞定了 沒有倒退到 因為如果搞五集公投 可能會倒退 輸了怎樣 這個就是華叔的問號 輸了怎樣 如果就算你贏了 共產黨不讓你怎樣 如果你跟他決一死戰的時候 可能會倒退 是不是 或者你挑戰權威 而失敗的時候可能會倒退 是不是 最遺憾的就是 華叔一生人反倒退 他親口否決五居公投的方法 如果將來23條是拿回來 立法會 在現在這個格局 政府只需要簡單多數就可以了 華叔怎樣反倒退 如果他在200 2009年的時候是反對用五居公投 是彰顯民意的話 那在23條再來的時候他用甚麼方法 因為所有的群眾運動 尤其是全民動員性的群眾運動 他都要遺憾 就是為了一個排練 其實這個五居公投 就是五居辭職變相公投 只不過是令香港人明白 我們還有一個方法 是可以這樣抵制中共 就是政治上挑戰他 如果民主黨在現在這個場合 已經反對了 將來用甚麼呢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以反倒退而論 23條來的時候 那怎樣反倒退 我真的不明白 怎樣反倒退 如果政改的時候已經是這樣的時候 那將來你怎樣做呢 你又會說回 不如今次用五居公投 那他們說你傻的 以前都說不做了 而做得那麼差 那他就跟別人說 今次我做就會好些 另外一個就是 關於華叔在這個 有些人回憶他偉大之處 就是他的判斷非常準 行事不會魯莽 話說在1989年的6月7號 本來是有三罷運動 即是六四屠殺之後的三日 就是全港罷工罷事罷課 是諸聯會主吹的 那天也會有一個百萬人的遊行 以及去新華社簽調演賊 話說在6月6號發生了一場 蘇聯在旺角 然後6月5號還是6月5號 我忘記了 那天港英派人去告訴華叔 他說有百多個人來香港 是大陸來的 又沒有親戚 住在酒店 很精壯的 他怕會搞事 如果你們繼續搞 可能會搞事 那華叔就非常決斷地 自己決定了取消這個 取消這個300 我這個根本就是完全是笑話 第一百多萬人已經蓄勢待發 你怎樣召喚 你唯一的功效就是 資源會沒有涉入其中 唯一的客觀效果 實際上那天都是百多萬人走出來 牛一夜成名就是因為 他去問人借了電腦紙被人在簽 所以其實他的判斷就是實際上是沒有亂 這個資源會召喚了之後就沒有亂 你可以說我不召喚他會亂 這個亦都是一個可以討論 但實際上的結論已經出來的問題 就是百多萬人可以搗亂一個 百多萬人的遊行 即是以後不用他人遊行 因為一個人可以搗亂一萬人 第二個就是 如果統治者告訴你 我知道有些人搞我搞你 那你就叫他 那又怎會出現 特尼西亞和埃及的局面 又怎會出現北京的局面 因為在北京當年 你猜沒有公安是想搞亂那個遊行嗎 是 在特尼西亞和埃及 說明戒嚴 他一定搞你的運動 只是鎮壓 那又召喚了 又或者在八九民運的時候 實際上現在就是埃及的局勢 只不過沒有死人 就是整個北京的管治威信已經沒有了 那是不是召喚了 這個真的答不到 如果百多人 如果沒有說錯 我看就是百多人 這是一個非常奇妙的計算方法 就是如果百多人 是可以搗亂一個百多萬人的遊行的話 那以後就不用搞 這個我不知道 客觀效果就是 就是支聯會全身而退 即是不搞了 那些人繼續上街 很簡單 如果你真是要保護群眾的時候 你應該上街 因為只有在你的領導下 有這麼有威妄的領導下 才不會出亂子 長毛就說 沒有用 因為沒有人會長毛 那時候 你說的人都不理你 我亦都沒有大聲 沒有這麼多個大聲公 所以 舉這個做例 如果分析下去的話 其實真的可以討論 何謂明智 何謂果斷 其實很簡單 就是在2003年 如果董建華通知 搞遊行的人一定會亂 你不要搞 老實說 你2003年的所謂七一 其實民主黨 都是一個鞋車邊的角色 所以很明顯 剛才長毛都從歷史發展角度 我想當然華叔 所以他召喚不是第一次 召喚不是第一次 所以我想 剛剛華叔還有沒有其他 我相信講了太多 我只是講一些傳義 我知道 如果那些集出去 又會被人罵 因為意思就是說 我畢竟 畢竟畢 其實都是講道理 始終我們中國人文化 始終對於這麼大人要尊敬 不可以講一些負面的事 其實很簡單 舉個例 我說踢球 我隊球 說自己踢Total Football 全籃足球 當然人家就理你了 是不是 如果巴塞 今天說 我現在已經踢全籃足球 我好過以前的Ix 好過以前的荷蘭國家隊 當然人家會請一請你 是不是 是你自稱的 是吧 所以這個是 當你去到一個殿堂級的人的時候 你就要殿堂級去給別人尊敬 亦都會經過殿堂級的考試 我覺得這樣講 過半年才再講 你過半年過了冷海 你可能再講的話 可能沒那麼多人罵你 現在說可能封頭火勢 其實很簡單 如果變成一個殿堂級的人物 未來的十年八年都大把大學生做這個 研究的 是吧 很簡單 那些教書的人就知道 我是做他的 我是做他的 其實有做教育 教師運動 教師運動一樣 教師運動在香港來說 不可以說是沒有力量 但是老實說 這麼多年的教育搞得這麼差 而特區政府妄顧民意 當然白官有做過改革的 這個公道這麼說 如果沒有他一早已經大件事 做得這麼差 又炒教師 大學炒得最厲害 大學這個合約化 盡量減少實任制 外判 那 做過什麼呢 中學不搞小班搞學 殺下 做過什麼呢 或者甚至中學 很多老師做到半條人命 但是完全無功術無足感 完全仍仍受制於那種 山寨式校長管治之下 我相信教學有掌握這個問題 但是 如果你說派成績表的話 即是說 用回華叔的所謂反對倒退 來衡量 那怎樣搞呢 所謂農輕重 所以華叔說農輕重 其實我講過 農輕重就是毛澤東 《論十大關係》裡面 講 整個中國的產業結構的佈局 華叔拿來用 那我又姑且有用 農輕重 如果農業來說 教協沒錯 是全香港最強力的工會 就是因為超級市場都有規模 優惠相當多 照顧到教師階層相約消費者的要顧 旅行亦都搞得不錯 讓那些先生在熬得那麼慘 可以有一個好的旅行 所以醫療都不錯 有牙醫、中醫 農業成功 輕工業就是所謂教育的問題 成不成功呢 至於說重工業 就是參與整個社會的運動 包括民主運動 就是大家去衡量 但我知道其實教師 是在香港社會裡面 政治最保守那一群 如果你說教師是改革政治力量 而我們的教師這麼保守的話 成不成功呢 留給大家自己動工床本想清楚 就是教協會長還是主席 應該是馮偉懷 主席 教協會長 就是實踐了師傲華的意志 繼承了張文剛作為師傲華的手套 去參加了普選聯 普選完便成功 如果你說其實就是貫徹了師傲先生的理念 大家去衡量 大家便再思想一下 找回一些歷史的痕跡 其實都是驚人相似 在這個 在這個 《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 教協也是不表態 最後才拼取 在政改也是 教協不講政治 那這個重工業怎辦 你在農業賺了錢 就投資到輕工業 輕工業累積了資本之後 長毛說了很多曖昧位 教協的曖昧位 或者師傲先生有些 人家疑似 覺得他有些曖昧位 我想留回 譬如有長毛信箱 有沒有觀眾稱眾 對長毛這兩集 講過關於師傲華的看法 有疑問批評批判 痛罵 都很歡迎透過長毛信箱 繼續有益有建設性具體 兼全面透徹的討論 我想這一集時間到這裡 祝大家今年行好運 我們下一集再談過 下一集再談過 拜拜